交叉一面來搖搖晃晃 而且既然有人被拖著走 再打起來 沒想過會碰上這樣的狀況 趕緊錄影幫忙報案 錄下來錄下來 遭拖行的男子手被扳開 沒力氣再追 移動也不動 只能讓對方加速離開 事發在7號下午3點多 新北市新店小碧潭捷運站 附近的巷弄 聽到愛好聲附近居民 趕緊上前關心 被拖行的是33歲夜姓男子 當天打電話給游姓妻子 要他把兒子帶過來送去看醫生 結果時間到了 妻子竟然是被一名女姓男子 給載過來 一氣之下上前詢問 雙方爆發口角 夜姓男子拿出棍棒敲車 對方也拿甩棍回擊 打算直接加速離開 但他不肯放手 被沿路拖行 警方貨爆之後 在附近的路口攔下轎車 雙方疑似原本就認識 但似乎沒有發生過糾紛 就會一時氣氛動手 還被拖行 嚇壞奇小 TVBS討論是過引新別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